台灣上前衝一起拚經濟 我是吳宣怡 講到最近這幾年 很多人是紋埋色變 就怕會吸入太多的髒空氣 就會影響到健康 而在彰化 這一間口罩工廠 他們獨創技術 擁有多項專利 現在邁進了知名 連鎖藥妝店 以及大賣場 但其實這一間口罩工廠 背景是東南亞的醫療手套 銷售龍頭 目前他們的手套 都在泰國以及大陸上海來製造 那麼在台灣 則是專門做口罩 為什麼會有這種轉變 董事長鄭永柱就說了 其實都是因為在SARS那段期間 他被自我隔離 戴了整整一個星期的口罩 他才知道說這戴口罩 真的是毫不舒適 於是在人生半百之際 是二度創業 而現在他擁有多項專利 幾乎可以說是 口罩界的發明王 霧霾霾的天空 把台北城蒙上一層灰 不論是101大樓 還是遠方的圓山飯店 怎麼都叫人看不清 這兩年大家都很關心霧霾問題 要確保不把污染源 髒空氣吸進體內 多數人都會選擇戴口罩 但市面口罩百百款 你選對了嗎 因應不同需要選擇不同功能的口罩 這間口罩工廠能夠滿足各項需求 目前市面上不只台灣的幾個知名藥妝店 連鎖賣場能夠看到產品 工廠甚至外銷 亞洲歐美等20多國 一年口罩生產量大約1億個 整年口罩營收大約1.5億元 但整個集團其實是醫療手套製造廠起家 鄭永柱與兩個弟弟會成為一方霸主 都是因緣際會 我們有人在造型 一般做家用的手套去改造 這樣沒有很專業 也沒有直接在外銷 所以我們自己設廠以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一條龍 自己生產外銷這樣子 而且我兩位弟弟也是很好 大家就通心協力 馬上一個工廠來建立起來 眼看手套市場樓起 鄭永柱也眼看著他樓他 因為就是愛租變的關係 所以所有的需求很大 所以因為也不是我們做而已 金融而已 我們是最大的 所以要做之後 市場的供應 供應的 市場之後 市場崩盤了 其實有很多國外的貨款 就是變成收不到很多壞賬 但是還勉強 就是少賺而已 之後鄭永柱決定 縮減台灣廠規模 目前首套產品 都在泰國與上海生產 銷售量更居東南亞龍頭 台灣廠原本低調經營 但歷經SARS後 鄭永柱決定 在人生半百之際 投入口罩研發 正式轉型口罩工廠 我是在那個時候 在祝福館出來 禮拜的第一天 所以要整天不想說 我一生 竟然一個禮拜裡面 要每天都戴口罩 不然以前我有朋友說 你是不是要做口罩 我說我口罩和我手套 那你們做 你們做 你們做 不然我就說 感情是要這樣 我現在 又是對人生 這麼重要 這個是一般醫療局 醫療局有三層 那有外層 防潑水 裡面層是清水的 然後中間這一層是過濾的 所以一來過濾效率 其實有三層 看一樣的厚度 但是真正的過濾是中間這一層 99% 這個是高密度的溶氛不足 它特殊 它密度很好 第一個密度很好 所以它的大顆粒 它可以阻擋 而且它有加靜電的 這個上下都沒有加靜電 這一層有加靜電 它是靠靜電來吸附的 所以50%以上是靠靜電吸附的 所以因為靜電吸附 所以即使它測試的是那個 很小像這樣的派對口 比2.5還小 只有它的時分之一 比它還小的 那些全部都可以 要具備防護效果 一般醫療口罩防護層是一層 如果是N95等級 裡頭防護層就得有三層 除了防護層 鄭永柱還把口罩重新改革 讓防護更加完整 你看這樣 你整天都乾 我們把它戴起來 很方便 又簡單又便宜 但是它還是有 比如說我們戴的時候 這個地方一定壓著鼻子 然後嘴唇在這裡一定會 都會碰到 那碰到這個一點 然後再來我們講話的時候 它都會動 講話都會動 那再來就是這個旁邊 這個都會有 大部分都會有側漏 所以側漏 那所以因為這樣 所以我就去改良 改成這個鑽石鞋 一樣這看起來 就平面帶包裝 帶都很方便 那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說 從這個以外另外就有側邊 所以把它張開以後 這個超立體狀 超立體狀 所以當我們戴起來的時候 它就不再壓著鼻子了 因為它可能另外一個空間 那特別是這個 這個旁邊側漏 防護層製造要用心計較 出廠前也得經過層層測試 要測試透氣度 測試阻擋圍塵效能 更要測試神線拉力 耐重力至少要大於一公斤 我們這個鬆緊帶進來 其實會做一個彈性倍數的 一個檢測 那為什麼要做彈性倍數 那為什麼要做彈性倍數 因為就像你講的 它可能太強了 所以我戴起來耳朵會痛 那再來就是 當我做成口罩的時候 就像你講的 有可能它在製造過程中 它有可能就是 在這裡融結的時候已經不良 其實一般在外面 你外面看到的口罩 如果是大陸的 其實你用大力一點 就把它掉了 在空屋日漸嚴重之際 呼吸才的龐大商機顯而易見 擁有三大專利的小小口罩 同樣創造大大收益 即將邁入70歲的鄭永柱 不打算退休 他還想再拼最後一例路 這件事覺得蠻有意義 很多人投入 靠這個創新 靠這些新產品 會有好的未來 對社會能夠做一點事情 整個小口罩 會不會… 我們要做什麼